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讲讲包子梨为什么要发动全民的反间谍的活动 其实你想现在中共土工国其实间谍是很少的 为什么呢?因为过去三年搞什么疫情管控 很多人进不来,很多人也出不去 这个时候你用大数法子你想一想 你就应该做出一个简单的判断 就是土工国的真正的所谓的间谍 是土工的各个时期以来应该是最少的 因为人出去啊,人也进不来啊 你怎么搞间谍法呢?有没有间谍?肯定是有 这个间谍战一直都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按错错搞的一些东西 美国肯定有间谍,日本肯定有间谍 但是台湾肯定有间谍,双方都互相派 互相派间谍,派特务 但是这个时候应该是在土工国以内间谍是最少的时候 为什么最少的时候他反而要发起全面的抓间谍的运动啊?你不觉得奇怪吗? 今天我们得到了一个消息啊 说这个中共的大五毛 中共的著名的上了档次的大五毛 什么叫上档次呢?就是体内的五毛 就是有军衔的,有一贯半值的五毛 你像胡锡进就是大五毛 因为人家是司局长,是吧?像什么金灿荣啊?像什么司马南啊?像什么孔秦东啊? 就这些人其实都是小五毛 中五毛吧,咱也别说中五毛 大五毛你一定要一贯半值才行 有没有这个小五毛最后搞着搞着变成大五毛的友 比如说那个周小平,这个人很牛逼 这个人本来是一个小五毛是不是?啥也不是 最后那混着混着混成那大五毛 为什么呢?因为他现在全国政协委员 看玩笑,厉害得很,是吧?最近提了一个提案 说是要建议中国要把这个日本的福岛的福啊 福岛的福是幸福的福嘛,福气的福 把福岛的福字要改喽,是吧?以后地图上面就是辐射的福叫福岛 去搞这些事情,那周小平是大五毛 还有谁是大五毛呢? 啊,你像有一个人叫金一南,人家是将军,什么少将 还有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叫什么?戴戌,这是大五毛 他们这个五毛有档次的 所以这些年很多五毛在那里混得风生水起 我有一朋友,是我的二十多岁的时候一同事 本来吧,是一个年轻的才子,写诗写的不错的 然后呢,又昏不出来,一辈子走不出一个小地方 就在那地方待着,然后呢,觉得自己真是空有一腔才华 没有人重用他,非常的愤怒,是吧? 觉得这个什么,老天爷不长眼睛,是不是? 把他是大财小用了,是吧?一辈子没有施展之地啊,是不是? 后来还请教过我,因为我在说比他红嘛,是不是? 我就说你在体制里面,你像我这样,妈共产党,批识共产党,当公职肯定是不行的 你应该要像司马兰学习,是不是?去当五毛,说共产党的好话,是不是? 持经舔,说不定能舔出来,结果这压抑也没舔出来,为什么呢? 就说明要当好一个五毛,那是有门槛的,你得有怒子的,得有怒子 所以我是劝那些想当五毛的人,你如果没有怒子,你是当不上去的 我跟你说,像什么司马兰,像什么孔心东,他们都是有怒子的 你的怒子越大,你的关系越大,你当五毛的水平越高,你爬的越高 你能够舔念这个什么大五毛之列,是不是? 那周小平为什么会当上去呢?是因为他老婆,他老婆是个哥说啊 他老婆长得还不错啊,跟很多这个中央领导人都睡觉的呀 是不是?老婆娘腿一张,是不是? 然后完了以后,送自己的相公去上位 这是在中国啊,你作为一个寒门子弟,你想上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途径 你自己家里找不到一个有出息的人 完了以后呢,你自己好像也不行 这时候你就想想,你可以通过找一个老婆,是不是? 然后呢,送你上青云,是不是? 可以的,很多人都是这么干的 我以前当小裁刑的时候,我们那个单位有几个人,啥也不是,我操他个大爷 后来他们也当上一贯半职了,为什么呀?老婆不断的陪领导睡觉啊 睡完觉以后,领导就提拔你老公啊,是不是? 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啊,我们不扯远了啊,我们扯今天的主要重点啊 说这个著名大五毛,曝光了一个重要的消息 说最近呢,这个细胞子啊,非常的对党内的人不放心 你明白了吧? 就是现在所有的间谍都出自党内,他们有可靠的数据 所以为什么在海外的这个间谍没有进来 国内的间谍也没有出去的情况下 细胞子要发动如此大规模的全国人民的反间谍的运动,举报运动 是因为他们有可靠的数据 党内有大量的五毛,大量的间谍被收买了 有的人呢,已经被抓了,都已经被嗝了,被枪毙了 这是金一南啊,著名大五毛金一南的一个讲话啊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说这个变职的这个共产党员,比比皆是啊 比比皆是啊 社保基金会主任,童达宁,其实这人已经被执行死刑了 是吧,社保基金会的办公室里主任,童达宁 已经被执行死刑了 你说这个这个消息我们怎么会知道呢 这是个大间谍啊 他干了什么事情呢,看到没有啊,我们继续看啊 他向台湾方面泄露我们全部的国办中办的文件 排着队给台湾方面,是吧 获得台湾方面的总统大奖 因为他透露的人民币汇率的调整的情况 是台湾方面有预案,避满所谓2000亿新台币的损失 台湾不损失,谁损人呢,我们损失 啊,所以这个就这么一个人物啊 还有这个第二个间谍 中央驻港联络办秘书长蔡晓红 这个人也被枪毙了 说是啊,不得了的事情都是 中央驻港联络办秘书长蔡晓红 这个人的级别不低啊 看到没有 如果不是2003年发生非典 看到没有 说这个人呢搞得特别的 这个人已经早就被台湾方面收买为间谍了 从2003年非典的时候开始 一直就在当间谍 说这个人已经做到中联办的副主任 副部级干部了 啊,挺有意思的吧 完了以后被抓了 长期给英国提供情报 我们找到中英 像香港谈判知道背后有泪鬼 是吧 到底是谁 一直查不出来 这个人还做过新华分社 香港分社的这个处长 有点意思啊 说这个蔡晓红的这个父亲是国务院的 是是司法部部长 做过司法部的部长蔡成 你是国务院前司法部长蔡成 我有点意思啊 说这个蔡的蔡成还是周恩来的部下 你说这个共产党里面是不是很 你想不到吧 很有意思的啊 所以有些个间谍啊 我们是不知道的啊 这席包子为什么要搞这么大的事情 特别多的这种事情 所以我告诉你啊 现在中国这个反间谍的大战 全国举报 其实是一个党内的一个大清洗 你一说到党内大清洗 你就明白啊 中国共产党有三次党内大清洗 中国中国吧 中国有三次党内大清洗 第一次呢 是蒋介石搞的 1927年清党是不是啊 要把国民党里面所有的共产党都要清洗掉 所以这是一次第二次就是这个延安枕风运动 延安枕风运动就是一场党内的大清洗 好多这个党内的人被枕死了 他们说第三次就是本次的这个习包子的反间谍大战 其实是习包子发动的党内大清洗 要把很多人都要杀掉 是不是一个都不能放过 说习包子有口头指示 是吧 宁可什么错杀一千 不可能放过一个 话就说的这么狠 这个东西 我看到这个金一南少将的这个 说的话以后 我心里是有点明白了 习包子他这个人呢 他的目标非常的简单 就是要让自己的这个红色江山万年永不变 让自己的习家掌控这个江山 在中国真正能够能够对习包子构成挑战的一定不是 所党外的人 党外的那些个人呢 就是制造一点噪音 没什么能用啊 但是呢 可以恶心一下习包子 是不是 真正对习包子构成挑战的一定是党内的人 所以习包子整党 清党 那绝对是极其残酷的 比你想象的要残酷的多 所以我就是奉劝那些个共产党里面的人 你们不要有任何的幻想 你们总有一天要被习包子要盯住的 要被搞死的 我跟你说 他必须要抓很多间谍 其实文革 今天我一兄弟告诉我的 文革其实也是一次毛泽东发起了一次亲党的运动 文革你想想最大的风景就是批斗老干部嘛 是不是像习总军啊彭德怀啊 就这些个人是不是都被揪上台来 你想想他的目的就是要把那帮共产党里面的 对毛泽东不满的人给全给干掉 老百姓你能拿毛泽东怎么的啊 今天的情况还是一毛一样 老百姓那些所谓的知识分子 那些个所谓的这个那个的啊 你其实对习包子构成任何的影响力 就像我们这些人在海外说几句话 人家眼睛都不得眨一下 看都不看你一眼 你不伤他半根毛 一根屌毛都伤不到 但是共产党里面的人 那绝对不是一般的水平 有些人可以伤到包子构的根本的 所以基本上我这个消息一看完了以后 我问了几个人 大概其实就明白了 党内有很多的间谍都被抓 接下来的话还有更多的人被抓 有些人根本就不用经过审判 直接一枪把你给毙了 基本的原则包子的原则啊 就错杀一千 宁可错杀一千 不能放过一个 所以我告诉你啊 你如果说你还在人在中国 你又是一个什么的党内的干部 你且等着吧 谢谢